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各个大卖场市面上已经验出许多的瘦肉精的牛肉 高雄市 台北市的卫生局最近在大卖场的检验 我们看到还有瘦肉精的比例之高 甚至高雄市高到50% 已经引起民众的恐慌 愤怒 无力 爸爸妈妈真的不知道该为小朋友怎样准备食物 汉堡安全吗 早餐安全吗 水饺安全吗 包子安全吗 牛肉面安全吗 便当安全吗 孩子在当兵 孩子在军中所食的食物安全吗 父母在老人院老人院所食的食物安全吗 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营养午餐安全吗 真的我们所有的国人陷入到一阵的恐慌 真的不知道我们食品的安全到底在哪里 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制定了所有的瘦肉精不准进口 我们让我们的农业往健康有机的环保的这个方向开始发展 可是今天为什么马政府在没有经过这些的法案修改之前 马上要去谈把这个所谓的瘦肉精的牛肉要开放 所以今天在市场上到处检验出来的这些的牛肉 请问你下架之后流落何方 是跑到哪里去的 厂商他今天卖给大卖场 他也有可能卖给其他的厂商 其他的一些小吃店 其他的一些早餐店 所以请问这些的牛肉往哪里去了 请问我们的卫生署对这些食品的管制 他的流落 他的通路到底有没有好好为我们人民把关 我们人民要的只是食的健康 食的安全 让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让我们能在生在一个吃的安全 吃的干净的一个地方 只是这么微薄的要求 有这么的困难吗 卫生署的检验为什么一定要建出三批 四批之后才能够跳到百分之二十 甚至呢最后才能够到百分之五十 既然是三管无卡 为什么不能够在源头 sitter待会否才能够到百分之五十 众没有排引力